命理学的精髓是平衡 但这个平衡我们说起来特别简单 但是我们应用起来是特别特别难的 你就像在一个命局当中 命局大运就有年 有时候很多学生就提出一个问题 而是为什么我走官运我不升官 为什么我走财运我发不了财 为什么呢 那不就是因为一个平衡的问题 那么这个平衡是什么之间的平衡 我给大家讲 大家一定要对这方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大家才能真正掌握到命理学的精髓 那么命理学的精髓我之前就讲了 那么需要人的抽象思维能力 那么是人在抽象着五行之间的一个力量上的悬殊分配的问题 那么我们一旦掌握到这个问题 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命理学的平衡的这种智慧 但是这个平衡是哪种平衡 这种平衡就是所有五行和我们自身的平衡 我们自身的平衡 也就是日干和财和观之间的一个平衡问题 看一个八字 其实就是在给一个病人 在看病 在治病 所以说你必须要把问题的关键点完全的造出来 那个平衡并不是说财和观之间的平衡 那是观和我之间的平衡 我和财之间的平衡 是这种平衡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世间所有好的东西 我们所有想得到的东西 靠的是什么 佛法讲福报 你得有那个福报 你才能享受这个世界 对不对 那么命理学讲究是什么 命理学讲究的是平衡 那么平衡在于通俗的讲 那又是什么 那么就是驾驭 你能不能驾驭主财 你能不能驾驭主观 这个才是中中之中 那么这个驾驭需要的是什么 那么就需要的 我们的日干 也就是我 他的能力特别之强 他能抵御这种观 对他的克制 才对他的泄力 所以说他必须得有这个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 我们表现在我们命理学当中 叫什么 叫得时得地得令 是吧 得时得地得令 这就是一个忘衰的问题 太过于忘也不行 我特别强 观察特别之弱 那么也不可能有观察 对不对 如果说观察 财都特别特别旺 而我 而我们自己 我日干 他又特别之弱 那么你也驾驭不了 反而成为他的为罪 他的牺牲品 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 这个平衡 是掌握在哪里的 是我和观财 民力之间的一个关系 而大家对这方面的一个平衡 还有误区 那么这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 如果说一个八字 他这个八字特别的平衡 所有的五行分配都非常平 这个命局 这个命局非常平 我们就认为这个命局非常之好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不对的 命局非常的平 但是我们的整个系统是怎么组成的 那么命局大运和流年组成的 对吧 那么你的命局平衡 那么只要是走到大运上 那么大运就会制使你某个五行 绝对不平衡 肯定能找出几步 能让你的命局失衡 所以说呀 这个平衡的命局 也并不一定是好命局 这种不平衡的命局 也不一定成就不了事情 所以说我们的命局 就是在平衡和不平衡 这个状态上一直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命运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在进行预测的时候 实际应用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五行力量之间的一个分辨 有一定的难度 就比方说 我为五分 那么我们的财为十分 我们的官为十分 那么他们之间出现的这么个关系 官杀对五分 说实话 这个官杀 这个五分是承受不动的 那么官杀是直接刻我的 刻我者为官杀 那么这个官的力量 是非常之大的 你什么时候能承受官 那么你就必须得把我的力量 至少加到八分左右的时候 那么你才能叫好运 所以说你在这个状态上 它是无法达到这种拥有权力 拥有官职的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我刻者为财 如果说财的力量也是十分 也是比较旺 但是财是不进行 直接进行反刻的 而是真正的一个五行之间的规律 是我刻者为财 只有力量悬殊特别之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财才会进行反刻 那么像这种刻号 它的力量比官杀 对我的力量刻号要小得多 那么五分承受十分的财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我们在命局当中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状况 那么就是 身旺我们就制约 身弱我们就升服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升服和制约的力量 这个是非常难掌握的一个要点 你比方说我们需要升服 比方说我们自身为火 那么我们需要木来升服 对不对 木和火来升服 如果说我们命中出现了一个海卯卫山和木局 那么这个木的力量就非常之大 那么对这个火 一般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 特别要忌讳 要注意 那么就是三和局的这种升服 所以说呢 大家在实际应用当中 注意一下三和局 六和局的升服和制约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对学习命理学 就会起到非常之关的作用 所有的五行之间的升服和刻号 都不能出现力量太大 力量太强 那么力量太大 力量太强 即使制约和升服 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我密账 各位 有资讯 资讯 等待 一点 完了 还